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彭儿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熬过这十六年的 如果没有在古墓长大 早就在十六年前死了 那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那时思先想后 到底怎样才能让你服下断肠草 我想唯有我先死 才能断了你的念头 可是 如果你知道我要先死 那你又怎么会独生 所以我就在断言上留下些字 给你定下十六年之约 好让你早点死心 你说你非要定个十六年之约 如果定个八年之约 说不定我们八年之前就见面 我想 以你对我的深情 八年肯定不能冲淡你对我的感情 所以就定了十六年之约 没想到 十六年之后 你还是跳下来了 所以说人还是深情的好 倘若我当初对你的心淡 只是在断茶崖上大哭一场 然后纵身离去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相继 嗯 那当年你掉入寒潭之后 又怎么样 当年掉入了寒潭之后 我被冲到了冰郊 顺水至此 就在这儿住下了 但是你当时身中冰魄银阵 剧毒已经侵入经脉 在这谷中 是如何能够活到现在的 刚到这里的时候 毒讯几次发作 当真支持不住 于是想起了你教我 在寒玉床上 逆转经脉疗伤 我就前回冰郊 自行逆转了经脉 虽然不能解毒 可是苦楚真的捡了不少 好 有一天我在寒潭旁 看到了几只御风 心中甚是欢喜 宛如见到好友一样 就帮他们助了肠 我想 御风肯定是 老顽童之前留下的 后来呢 我服食了蜂蜜 加上寒潭的白鱼 说来也奇怪 体内的剧毒 居然减了不少 没想到 寒潭的白鱼加上御风浆 竟然是解毒的良药 原来是这样 看来我以后见到 老顽童呢 也好好地谢谢她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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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岑 大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蒙古人才退兵啊 那那位守城的郭大侠 他有没有事啊 哦 你问的是郭大侠呀 幸亏有郭大侠呀 他带着丐帮和各路英雄豪杰拼命死守 这才保住了襄阳城 而且我还听说郭大侠还受伤了 靖哥哥受伤了 有啊 师姐 你怎么看你这是 岳父 你放心 我已经传令下去 尽快重整军容 以防蒙古人再次入侵 如果那些蒙古人再敢来 我们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话虽这么说 但是我担心 爹 爹 娘他们回来了 荣儿 靖哥哥 靖哥哥 大家都能安全回来 真是再好不过了 靖哥哥 我真的是好担心你啊 你怎么样 伤到哪里 有没有事啊 没事 都是些皮外伤 不碍事的 靖儿 襄阳城的情况怎么样 蒙古大军由他们大汉蒙哥 亲自领兵攻城 多亏了各路英雄拼死相救 才打败他们 但我相信 蒙古大军 一定会卷土重来 只怕我们守得住一次 守不住第二次 这襄阳城 迟早落在他们的手里 兄弟放心 如果那些蒙古人 敢再侯城 我这么从第一个出城 一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好兄弟 上次好看 好了好了 周大哥 周大哥 你下来吧 周大哥 好 你下来吧 周大哥 有你相助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对了 荣儿 有没有顾儿还有香儿的消息啊 我怕你这几天军务繁忙 所以没有告诉你 事情是这样的 香儿她在绝情谷碰见了顾儿 这就是你不对了 顾儿生死未明 你怎么能撇她而去呢 我 荣儿深入寒潭洞的死去活来 竟查明杨过确实不在谷底 更何况小姑娘已落入奸人之手 事情紧急 大伙儿都主张追赶 咱们不等杨过 虚怪荣儿不得 要是真的因为香儿的原因 导致孤儿有闪失的话 我们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 金伦国师抓走了香儿 你们说 他们有什么目的呢 我想金伦国师抓走香儿 是想借香儿来要挟我们 师父 蒙古使者在城外求见 使者 今日来有何话说 郭大侠 你女儿正在我蒙古营中做客 那又怎么样 只要你开城投降 要我投降想都别想 岂有此理 你连自己女儿的性命 都不顾了吗 我女儿固然重要 但是城里千千万万百姓更重要 好 我就不信 你如此的铁石心肠 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去死 都无动于衷 我为了苍生百姓死不足惜 你别再说了 郭靖 我告诉你 大汗已经下令 谁能杀得了郭靖 礼上黄金万两 官升三级 好 我等着 我就在襄阳城等着 只要你们大汗敢来 就让她见识一下 大宋男儿的好身手 撤 爹 这么晚还没睡啊 香儿在敌军的手上 嗯 我这个当娘的 怎么睡得着你 你的心情我明白 可是请你原谅我 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女儿 而牺牲整个襄阳城的百姓 靖哥哥 我们夫妻三十多年 我们大半生的心血 都化在保卫襄阳城上 我当然不希望襄阳城 落在蒙古人的手上 可是我更不希望 我们的女儿白白牺牲啊 靖哥哥 我相信香儿 她是一个有骨气有勇气的孩子 她会明白我们的苦心 提亮我们的苦衷的 靖哥哥 容儿 容儿 爹 娘 大事不妙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香儿 香儿她 香儿怎么了 她 她们想要烧死香儿 这个臭和尚太卑鄙了 香儿别怕 爹娘一定想办法救你 郭大侠 想要贫僧放了另爱 却也不难 那要看看 你有没有勇气和胆量 你有话就直说 郭靖 你身为人父 如果还有一颗慈爱之心 请走过来 束手就擒 贫僧 立刻放了另爱 你们若非拒我 又岂能与我女儿为难 既然你们拒我 我郭靖有为之身 又岂能轻言赴死 郭靖 郭大侠 你是武林当中 德高望重之人 没想到 竟然是贪生怕死之徒 你少拿话来激我 郭大侠 令爱非常聪明伶俐 贫僧也甚是喜欢 已经收他为徒 传我一波 怎奈大汗有止 你若不归降 便将你的爱女 烧死于高台之上 然后蒙古骑兵 踏破襄阳城 还请郭大侠三思 金轮 有本事我们单打独斗 我随时奉陪 说得对 丑和尚 你说真是英雄好看 我周伯兔陪你大战三百回合 其他废坏少数 周伯兔 只可惜现在是我们双方交战 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 丑和让你岂有此理啊 阿弥陀佛 周伯通 你不要太冲动了 香儿在他们手里 你这么做的话 他们会伤到香儿的 没错 何况蒙古人早有准备 那个高台 现在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 若想接近高台 一定要先解决周围的士兵 我也知道呀 那现在怎么办呢 小花儿 若果你一想阻止多么 赶快想想办法呀 国祥 劝你父亲投降 我从一数到十 他如果不投降 我就将点火 你爱数不数 别说从一数到十 你先数到一千一万试试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点火吗 我只是觉得你挺可怜的 我可怜什么 你打不过我爹娘 打不过我外公黄道主 打不过伊登大师 打不过老顽童周伯通 打不过我杨过大哥哥 你只有本事把我绑在这里 我襄阳城中便是一个仗前小卒 也不至于伺你这般卑鄙无耻 喂 你一直待我不错 你我平日相处 也极尽礼尽 我本该叫你师父 可是现在你要烧死我 还要杀害我的父母 先施师父之意 我就不能跟你客气 但是 我见你糊里糊涂的 心下过意不去 忍不住要劝你一句 你劝我什么 似你这般为人 活在世上还有何意味 不如跳下高台 驮个自尽吧 好 国界 我从一数到十 你再不投降 我将火烧高台 对 你看我是同乡之人吗 金伦国师 你料敌不明 是为不治 欺武弱女 是为不仁 不敢跟我们 真刀真枪对决 是为不勇 如此不治不仁不勇之徒 称什么英雄好汉 你在断肠崖给我擒住 向郭襄磕了十八个响头 苦苦哀求他才放 你这妄恩负义贪生怕死之徒 还有脸面身居蒙古第一国师吗 过境你听着 我从一数到十 十字出口 你的爱女将化为交叹 一 二 三 四 丁哥哥 香儿他 五 香儿 你听着 你是大宋的好儿女 慷慨就义 不得害怕 六 爹娘今日救你不得 日后必杀了这个妖僧 替你报仇 女儿不怕 女儿名叫郭襄 为了郭家名声 为了襄阳 女儿死就死好了 你们千万别顾念女儿 中了奸计 七 好 这才是爹的好女儿 香儿 荣儿 娘 香儿 荣儿 八 九 六 九 九 六 八 八 大哥哥 过 还有龙姑娘 大哥哥 你来救我啦 我答应带龙儿来见你 怎么能让你死呢 杨国 十六年不见 你的功力有所长进啊 没想到你的功夫 也如此了得 在我生平的敌手当中 从未见过 我就说你打不过我大哥哥吧 你太不要脸了 大哥哥 教训他 我在海巢之中练功 功力足以云怒套相抗 十六年前太景不是我的对手 何以今日他一击之下 我竟会险些招架不住 到底是什么原因 冲 杀 大狗哥 大狗哥 小心 大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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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儿 原来我和你重逢之后 便再也不会黯然销毁 这套长法便也失效 连我这条性命 也要赔在台上 龙儿 憋了 你自己保重 师父 师父 你答应过我 再也不杀人了 你都忘了吗 你 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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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 再叫我一生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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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伯 师父 记住他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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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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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萧儿 娘 萧儿 萧儿 娘 萧儿 没受伤吧 放心 我没事 把他们全部杀光 一个不留 师父遗许 我们快去杀了蒙古大帅 杨大德 救我夫君 叶吕兄是我兄弟 我叶那么不久 我真是讨厌他吗 我真的讨厌他吗 他为什么从来都不理我 只要他稍微肯顺着我一点 我便为他死也心甘情愿 我为什么老是这般 没来由地恨他 只是因为我暗暗想着他 念着他 但他竟没半天将我放在心上 杨兄弟 多谢相救 小心 他冲入敌阵区就齐哥时 我到底担心谁更多一些 实在说不上来 他家二妹生日那天送了他三份大礼 我为什么要恨之入骨 他截入过渡的阴谋诡计 是齐哥得任盖班帮助 为什么我反而暗暗生气 国父啊国父 你是在嫉妒自己的亲妹妹 我是有负之父 齐哥又待我这般恩爱 我为什么还要在乎这些呢 齐哥 齐哥 杨大哥 我这一生对不住你 但你大仁大义以德抱怨 小妹 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 希望你今后别再恨我 野允兄 擒贼先擒王 已经杀了他们大喊 好 再后也没有了 杨兄 杨兄 杨兄弟 接枪 放箭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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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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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 岳父 怎么样 据探子回报 蒙古人已经全军撤退 真是太好了 蒙古大汗已经死了 死了 我还没太好 他手下几位王爷 一定会为了争夺大汗之位 而暂缓南亲 这襄阳城 算是守住了 杨兄弟 这次全靠你 太棒了 襄阳城才免遭生灵涂炭 锦厄城间行侠仗义 在这一点上 我跟郭伯伯比起来 实在是汉衣 杨大哥 小妹 以前实在是对不住你 还好你不计前嫌 我 好了 其实我杨过之前 也有很多不适之处 希望郭师妹你能够原谅 杨大哥 过儿 你这次立下了大功 天下扬名顾不代言 全城百姓 对你也是敢恩戴德 你救了齐儿 香儿 我跟你郭伯伯也是感激不尽 你爹和你娘泉下有知 一定会引以为辱的 郭伯伯 其实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能和龙儿在一起 其余的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过儿 郭伯伯真为你骄傲 而且你和龙姑娘 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也替你们开心啊 郭伯伯 有一句话藏在郭儿心中 二十多年始终未说 若非我年幼时 蒙寿宁还有郭伯母抚养教会 郭儿爷能有惊天 千万别这么说 但是做人的确不能忘本 想当年要不是邱道长仗义 七位恩师远赴蒙古 再加上 我被洪老前辈垂碍 我郭某岂能立此威功 只可惜啊 今日在此欢庆胜列 除了各位前辈之外 其他都已先去 实在是神伤啊 对了 现在蒙古军虽然退兵 但未免有诈 还请各位先在襄阳城 稍作休息 看清敌军动向 以免上当 等确定敌军撤退之后 我想去华山 祭扫恩师之墓 郭伯伯 我也正有此意 好 不如我们大家伙一块钱去吧 好 好 小 哎 老毒啊 老毒啊 你说你一辈子作恶多端 死后骨骸还可老叫花子为灵 那我跟你讲啊 今天所有这些人呢 都是来祭拜老叫花子的 只有这两个小娃娃 是来给你磕头的 如果你全下有知的话 便一定很懊悔 当年做了那么多 上天害礼的事情吧 下辈子好好做人喽 阿弥陀佛 王氏一矣都算了吧 想当年东邪西毒 南地北盖 中神通 江湖起名 如今只剩下老夫和大师你喽 那我就好奇了 当今世上武林高手 有谁可以称得上武爵呢 一邓大师和我爹爹 武功与日俱身 当年已是武爵 今日更无一意 靖哥哥深得北盖真传 可当算的一个 顾儿虽然年轻 但是武功卓越 在小辈当中无人能及 况且他又是欧阳风的义子 所以东河南是旧人 西河北 我觉得应当由靖哥哥 和顾儿来继承 不对不对 完全不对 怎么不对了 哇 欧阳风那就是个老毒物嘛 顾儿就不一样喽 无论是新长南还是武功 一点都不毒 叫他小毒物呢 太冤枉小娃娃了吧 那靖哥哥也不做叫花子呀 再说了 伊登大师现在也不当皇帝了 所以啊 我觉得这五位的称号得改一改 我爹的东邪是老字号老招牌 不用改 伊登大师不做皇帝 做和尚 应该称南僧 至于过儿嘛 我赠他一个狂字 你们大家说贴不贴切啊 好 东邪西狂 一老一少 咱俩正好一对儿 小子年幼修为尚且 尚不敢与各位前辈同西名 杨兄弟 这你可就不对了 你既然拘了一个狂字 狂一下又何妨呢 再说 以你今日声名之胜 武功之强 难道 还胜不了老顽童吗 嘿嘿嘿嘿 说得好 好一个狂子 那我可要问问了 吸毒南地都改了招牌了 北干要改成什么招牌呢 当今武林豪杰提到静儿 称他郭大侠 他数十年驻守襄阳保境安民 我说称他为北侠 自当人人心服 啊 果然贴切啊 东邪 西狂 南僧 北侠四位都有了 那中间这一位 该由谁来拘之呢 是 杨夫人小龙女 是古墓派唯一传人 想当年 凌朝英女侠武功卓绝 玉女剑法出神入化 就算是重阳真人 也忌惮三分 当年林女侠若来参与 华山绝顶论剑之会 别说武绝之名 定当改上一改 便重阳真人的天下第一称号 也未必便能到手 杨兄弟的武功传自他的夫人 弟子尚显名列武绝 那师父就更不用说了 实意杨夫人可当中央之位 老前辈说笑了 我不敢当 要不然便是荣儿 她的武功虽非极强 但足智多谋 即便晚出 列她为武绝之首 倒也当着她 妙极了 这就对了吧 什么黄老邪啊 郭大祥啊 虽然也是心服口服 但是只有小黄蓉这个丫头呢 每次出来都是古灵精怪 弄得老师束手束脚动弹不得 我对你的佩服真是五体投地 你啊 所以让你当武绝之首 真是暂时喝不过了 老婉童啊 你当真了不起 我黄老邪淡薄虚名 伊登大师是名为虚幻 只有你心中空空荡荡 本来便不存明之以念 可又比我们高出一筹 哎呀 中邪西晃 南僧北侠 中顽童 五绝之中 以你居守 得好 老顽童 那不就够就不容作命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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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五绝之审啊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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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儿 你们不随我们回襄阳了吧 过不不 我就不随你们回去了 我跟龙儿分开了十六年 好不容易才能见面 想好好地拒绝 那阳过 你刚刚当了西狂嘛 应该到江湖上 好好威风一下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好 没意思的 武功再高又有什么用 最后还不是像我义父 和洪老前辈一样 化作一堆黄土 其实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情字 我只想趁有限的时间 好好地珍惜身边人 大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若是有缘 定当他日再见 孩子 你也有缘的 虽然你现在已经没有经贞了 但是如果日后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多谢大哥哥 多谢杨大嫂 今番良物豪兴不浅 若他日能够重逢于江湖 定当对酒当歌 各位告辞 老婉 龙儿 我们走 混音 炸 高沙 嗯 看来 我 那 相思相见 知何日 此时此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